耶稣受难日,教终为全民祈福 4月11号,新闻最正点由日本第一祖母品牌BabyFood赞助播出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25天,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84人确诊,累计确诊达4530人 新增3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达73人 不过也有165人治愈,累计出院达1995人 大马方昌医院下周运行 在卫生部、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校整队等政府机构 和私营公司的密切合作下 大马方昌医院在4天内就完工了 这所医院预计会在下周开始接受患者 同时可容纳600名患者 理发店可申请营业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指出 获准营业的洗衣店和理发店 一周只能营业三天 即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 向开店的商家可以到以上的网站申请 卫生部强调 理发店业者和民众必须全面配合采取防疫措施 避免出现新的感染群 虽然理发店已经可以申请营业 但是新闻最正点还是要提醒大家 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安全 还是要慎重考虑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抢救阿婆脚 日本销量第一的足魔babyfoot 脚胃太臭 很尴尬 鸡眼很大 很痛苦 脚皮太老 很难看 快来试试日本销量第一的足魔babyfoot吧 平时工作繁重 没时间保养 不如趁行动管制令期间 保养我们的双脚吧 babyfoot是足魔界的明星 荣获世界精品大奖的特别金奖 也是日本cosme大赏的冠军 他拥有17种天然成分 能温和地去除我们的老旧脚皮 解决脚胃 鸡眼等问题 只需穿戴一次 就能在7天内 让你的脚板焕然一新 恢复baby嫩足 babyfoot在全球50个国家热卖中 欲知更多详情 欢迎扫描二维码 谢谢日本第一足魔babyfoot赞助本集的新闻最正点 让我们有能力继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你报道国际新闻 破天荒 苹果谷歌合作抗疫情 Apple和Google一向是竞争对手 如今为了对抗疫情 破天荒联手合作 他们将会使用蓝牙技术 在重视使用者的隐私和安全之下 设计出追踪感染者行踪的技术 卫生官员也确认了这项技术会对防疫有所帮助 印尼延后开斋节廉价 印尼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印尼政府决定把开斋节过后的4000廉价 从原本的5月底延后到12月底 这个举动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鼓励民众 不要再开斋节回乡 以减缓疫情 耶稣受难日 焦纵为全民祈福 昨天是耶稣受难日 教宗方济哥透过线上直播 带领全球的天主教徒一起来望弥撒 在冷清的教堂里面 为逝者、病人以及所有遭受疫情影响的世人祈祷 他也提醒世人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不要放弃希望 Dio Onnipotente and Eterno 在这个那么艰难的时刻里面 苹果和谷歌两个老对头都可以携手合作 那么同样身为地球公民的我们呢 应该要团结一心 放下成见 一起来对抗我们的敌人 新冠病毒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教会给冰宴 谢谢 4月10号是耶稣受难日 圣经记载 耶稣为了赦免人类的罪 甘愿受尽侮辱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无论我们信仰什么宗教都好 我们都可以感恩耶稣 因为耶稣呢 在世的时候就一直强调博爱的精神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台 郑彬宴 祝你平安、健康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好看